新冠肺炎全球爆發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年時間 雖然我們知道病是在武漢才找到病原體 亦發現這種新症 但是不是代表中國就是源頭呢? 那又未必 雖然美國一直都繼續抹黑我們中國說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源頭 但事實上我們都看到有很多證據 都將源頭極有可能指去美國的軍事實驗室 這個小弟和大家分享過很多次了 而對於這個病毒是人工合成做出來的證據 現在似乎是越來越多 我們看到最新的一份是在10月20日 這份在醫學文獻出現的一篇文章 Andolucleic fingerprint indicates a synthetic origin of SARS-CoV-2 就是講新冠肺炎的源頭可例人工合成 那為什麼它會這樣說呢? 就是由一個叫核酸內切媒的指紋 那其實這是什麼呢? 用核酸內切媒去切不同的核酸 不同的基因鏈的時候 就會根據它們的特性 就會有不同的大小段落的碎片出現 而這個碎片是跟本身的基因鏈的構造非常之大關係 所以這可以說是那條基因鏈的一個指紋 我們看到這篇文章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 看過這篇文章已經看到了 它就說新冠肺炎的restriction map 就是說核酸內切媒做出來的指紋 跟很多之前有報導過 人工合成的冠狀病毒的基因鏈 看上去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亦都符合了 就是它說跟它最近的近親 是有一個相當一點 就是程度上的疑變 這個這麼大程度上的疑變 就令到它極不可能是由它的近親演變過來 所以它們就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說有非常之高的可能性 就是新冠肺炎應該的源頭 就是一個在實驗室裡面合成出來 具有傳染性的一個複製體 這就是這幾位科研人員得出來的結論 小弟就下載了這篇文章下來看 其中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在conclusion的那一段 就是現在大家在螢光幕看到的這一段 我們看到最後這幾句 亦都是重申了它在abstract裡面所說到的 就是新冠肺炎病毒極有可能在實驗室裡面做出來 那作者甚至說到這個其實是為全球的biosafety 就是這個生物研究的安全性 是敲響了一個警鐘 就是說必須要提升的 他說現在因為生物科技的發展 以及製造一些具傳染性的組群 那個太容易和太低成本了 所以他說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 所有有關冠狀病毒的研究 都需要盡快提供一個透明度 告訴全世界人知道到底是做過什麼 但我們只是看這個要求 我們再看一看美國 美國其實會不會提供透明度 給全世界知道呢 當然不可能 甚至我們只不過是說要過去美國 查一查Fort Detrick 這個可以說是最高級別的軍事生物實驗室 它都一直阻撓 甚至不讓聯合國過去看 其實我們就看到這個安全性的問題 小弟反過來想 就是如果這個病毒是某一個邪惡國家 他刻意地把它散播開去 那又怎麼算呢 其實這次絕對不是第一次 有人提到這個病毒 會是在實驗室裡面合成 小弟之前已經多次跟大家分享 其中有幾段都有提到類似的說法 例如這一段就是 兩年前小弟的一條片 諾貝爾得獎的得主 就說新冠肺炎病毒是人工合成 這個是法國諾貝爾獎的得主 他是專門研究愛滋病毒的 他說在新冠肺炎病毒裡面 有人工加入愛滋病毒基因的序列 當然他指錯了說病毒來自武漢的實驗室 因為他只是一個醫學的專家 他不是一個情報的專家 但是起碼我們看到 就是新冠肺炎的病毒 是人工合成 就由這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曾經指過出來 兩年前的事 而且我們看到 再近期少少的 小弟的這條片 就是七個月之前做的 就是發現 美國藥業巨頭摩登納 他有可能打造新冠肺炎病毒 因為醫療期間 發現病毒基因裡面 有摩登納專利的核宣傳 其實這個 在國際媒體MailOnline 他也有提到過這個新聞 就是摩登納 甚至這個核宣傳 就是摩登納在新冠肺炎 開始爆發之前 三年的時間 其實已經 將他註冊了專利 我們計算一下 2020年開始爆發 2019年至2020年之間 開始爆發 三年前 即是2016年至2017年之間 摩登納已經註冊了這個專利 我們先記住2017年這個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有這麼多醫學文獻 都說到有這樣的可能性 到底誰做呢 這個時候 小弟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條片 這條片是歐洲議會的一位議員 他作出的公佈 我會來現在 一年前 我請求Tema 去發射一些資訊 和資訊給我 因為我想要有一個 公佈的決定 我會說 當我選擇 在比賽或是對 新冠肺炎 一位問我問 是 把我把所有科技 都發射 都發射 在醫療或人 做了幾個月 早前 他們都發射 心想要請 就在歐洲 這裡有些趣 是比較想要 我問 當他們寻了 他們寻了 這個研究出資訊 简 NE 寻了 這個研究出資料 當他們寻了 他們寻了 架寻了 治療 出資料 2020 2020. I asked yesterday the representative of Pfizer and she declined to answer.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we in the world found out in December of 2019 that there is a COVID or coronavirus as it's called in China, December of 2019. On January the 11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DNA data or a segment of it to the public and three days later, Pfizer already started the tests for these vaccines. How is that possible? She did not answer. In the case of Moderna, and I've asked the CEO of Moderna two, three weeks ago when he was here, they submitted trials since 2017. Somebody stating the question,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when we found out in the fall of December, you know, winter of 2019 about this virus, they they submitted tests of their vaccines, years before we found out about the virus, and I'm still asking that question now, how is that possible? So these are the legit questions that we all asked, and the people are asking us, and unfortunately they are declining to answer. 大家可以看到,剛才那位非常複上的先生提到兩個很大的疑點,第一就是輝瑞2020年1月14日已經開始做第一個測試了, 其實如果這個病毒在外中國發現了之後,到2020年1月11日才公開了這個病毒的基因資料,為何三天之後它可以開始做測試呢? 而更離奇的就是摩登納、摩登納這家公司,它的測試更加早在2017年的時候已經在做了 剛才我們見過摩登納根據我們之前的資料,原來它那個註冊的專利又是2016、2017年的時候註冊了基因串的專利 那麼這個如果跟它2017年開始做新冠疫苗的測試呢 是不是時間上非常吻合呢? 那麼這個病毒到底是誰做出來的呢? 那麼其實剛才那位非常複上的先生叫Christiane Tux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因為他這個名字是羅馬尼亞的名字 那麼他是歐洲議會的成員,大家可以在這裡看到他的照片 然後小弟按了他這個網站裡面,就發現了他那個政黨的網站 不知為何會做到把他的照片做一半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他詳細的履歷 那麼其實這位先生,他是歐洲議會的成員,是絕對無用置疑的 所以這個也可以當是一個官方的宣佈 那麼這件事情是非常可疑的 而最恐怖的呢,如果我們再對照在兩年前白宮錄影的一條片 這是兩年前小弟的一條片,一段在白宮發佈會準備時的視頻 給了我們對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的啟示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裡,因為小弟不打算播出來了 但是如果大家對剛才小弟提過,小弟之前做的三條片 包括這條,有興趣的話,連結在這次這條片的描述裡面 已經將它寫出來,大家按進去就可以了 那麼在這裡就可以看到,福克斯新聞主持,約翰羅伯薯 他說你可以脫下口罩了 USC說病死率在0.1對0.3之間 然後福克斯新聞的技工就說,咦真的? 這個的確叫人放心,不過這裡每一個人都已經接種疫苗了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那位歐洲議會議員 他所做出來的宣布,就是在2020年1月14日 輝瑞已經做第一次的測試 而摩登納、摩登納更加在2017年已經做疫苗的測試 所以這一段片,兩年前2020年的這一段片 其實它極有可能裡面傳出來所說的 是真話,因為當時疫苗應該在他們內部高層已經在用了 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 它這麼早已經做疫苗,但是到了年底才釋放出來 絕對是不想惹起人的疑心,什麼疑心呢? 這麼早他們開始研發疫苗,是不是代表那個病毒是他們做的呢? 當然大家都會聽過一個傳說 就是全球最厲害的黑客,做得最多病毒的 其實就是全球一些專門做病毒防護的公司 這是傳說,但是小弟覺得也有他的可能性在這裡 如果他們這麼早已經有病毒的資料開始做疫苗的話 唯一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有病毒的第一手來源 那麼這個來源是不是代表美國他們自己 這些私人企業和軍部合作去做新冠肺炎的病毒出來呢? 這個留給大家做自己一個理性的判斷 好,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請大家幫忙點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遇到這個頻道 請馬上訂閱 以及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錯過小弟的分享和分析了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我們下一個歌的影片